hello 了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越南對上敗戰艇 好 那我們先來講越南的能力 越南的能力的話 他的射箭場的範圍 會有這個血量加成 大約是20%的血量 那這個能力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工兵本身的血量就不多 所以多這個20%血量 其實在工兵附打的對決來說 也沒有特別突出 但是打馬功的話 效果就不一樣 因為馬功的話 還可以加這個血量 因為馬功本身的血量就多了 還有這個品種 點下去之後就會 你懂的 血量突破天際 但是這個馬功也不是遊戲裡面 馬功血量最多的文明 最多的應該是土耳其的精冠的效果 好 再來講一下他的更另一個特殊能力 他的特殊能力是 一開始就知道對手的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開始就知道他這裡有一個視野站 一個陰影站 就知道他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這個效果呢 在游牧來說是非常讚的 所以有些人會玩那個游牧 然後選這個越南 然後一開始就知道大家的位置 那就可以擬定策略 算是一個比較 如果要有想法的人的話 玩越南的話就會特別有優勢 因為如果你知道對手的位置在哪裡的話 你前一期就可以去幹豬啊 或者是 開始用城門去圍他的資源點啊 或者直接去把他入色光啊 各種各式各樣的搞的方式都可以喔 但這個太進階了 我們就不講 因為這個以前也是我常常在用這個 被逼一手穿 但這個時代不是主流啦 就是真的是要弄對手的話 真的可以這樣搞 好 那再來就是 經濟升級不需要花費木材這件事情 因為本身越南啊 他 木頭就是已經有一個 算是有個加成能力了 這個紫幣技術 挖木頭的時候會產生這個黃金喔 大約20村民的時候 會產生 遺跡的 跳黃金的速度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在前期喔 中後期 拿到遺跡有三個或四個 那你本身防木框有五十個的話 那大約就是你拿到五個遺跡喔 的那種感覺一樣 那黃金是不是跳得很快了 所以越南在城堡初期 我覺得減銀技也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科技喔 就跟他這個 經濟不升級不需花費木材這件事情 就有點對應到 那你把這個經濟升級的木材省下來之後 就可以早點蓋那個修道院 然後就可以去蓋那個修道院 然後生旅出來去撿銀技 然後後期再點一下紫幣的話 那個經濟就會非常突飛猛擊 好那我們就再來講這個敗戰艇 敗戰艇的話他的最大特點是 森帝王十代的資源非常非常便宜 再來就是垃圾坪也是很便宜 像戰毛啊 擊兵 這兩個單位都是很便宜的 但是他最大的確定就是 沒有三級的近戰攻擊力喔 所以他的擊兵跟肉麻 還有這個敗戰艇的聖騎兵 傷害會略差一點 所以說 他其實敗戰艇最大的一個打法 不要說最好的打法 應該說他在單挑或是團戰裡 他最好的打法就是 直接城堡然後跳帝王十代 單踢是跳帝王十代 然後直接打個強弩 直接把對方射到射到不要不要的 這是最強的一個玩法 但是敗戰艇不知道欸 最近的天梯來說 敗戰艇並沒有那麼強勢 可能大家都知道敗戰艇 封建十代戰毛 戳戳 各種來 就不會去跟他打太多的封建十代的一個對撞 所以現在我發現很多高手 遇到敗戰艇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自己家為死了 然後盡可能的上城堡十代 然後直接開扁 比較多這種打法 那敗戰艇的話 封建十代確實優勢蠻大的 尤其是他的那個 擊兵跟這個毛兵喔 這個成本飛龍十代太省了 封建十代就有20% 然後地龍十代有40% 所以說千萬不要跟敗戰艇 打什麼戰毛啊 長長兵之類的 你絕對會打輸 好 再來就來講 好像也沒什麼好講的 那順便講一個好了 敗戰艇的話 他還可以打駱駝 雖然他沒有三級攻 但駱駝的話很便宜 如果你遇到對方是什麼法蘭克啊 或是馬國的一些文明 你成本時代一直出駱駝就對了 敗戰艇也可以打駱駝 而且效果還不錯 因為很省 好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 好那我們前面看起來 兩邊的經濟發展 算是一個正常開局 都是20P上風 20P上風的話 就可能封建會混撞了 欸這邊越南決定是要打棒棒加上 欸裝甲塔喔 欸這個決定是裝甲塔 那應該是挖石頭了嗎 看一下石頭還沒有挖 欸不是裝甲塔嗎 唉哩啊是前置射箭場 這個更兇阿 因為他這裡沒有挖石頭的話 就代表他有可能 不是要打這個 劍塔 裝甲塔 可能是打半套的 只插一個塔 然後封鎖一下對手 然後這邊要下射箭場 然後開始竟攻 但是我不確定這樣打的對上這個敗戰亭是不是件好事 因為敗戰亭本身 他封建就很強 我們剛剛就有講過了 這邊的話看起來 敗戰亭這邊是想要直沉啊 哇24P喔 不是不是不是沒有直沉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看錯了 他這邊一直出長槍兵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出長槍兵沒有下射箭場的一件事情 射箭場是在這裡 但沒有下雙射箭 好那這邊就直接出戳戳加上這個矛兵 像我們有講到風箭時代 這個戳戳加矛兵 非常便宜 但是這邊石頭挖的比較爛 越南這邊打一個裝甲塔 但是並沒有馬上挖很多村民去挖石頭 這邊村民直接出來幹架啦 哎呀村民直接扁這個裝甲 但是死村啦 這邊越南死傷慘重 兩村被直接裝甲砍掉 而且這裡的箭塔還在輸出 直接在箭塔跟對手開幹了起來 但是這邊村民血量非常非常低 所以戰毛直接硬點弓兵 目前看起來效果還不錯 這邊好像要打輸了 看要拿更多村民出來敲這個料望塔 不然這個料望塔可能會被修回來 而且有可能會有弓兵進來駐守 這個箭塔的殺傷就更強 導致這邊拜占庭會損失更多的村民 哇 那這邊越南已經殺六村了 敲彈庭死傷非常的慘 村民處已經差距 八村 好那這邊村民直接上來全套 硬尻這個料望塔 那這邊殘血的村民 全部跑這個料望塔裡面做輸出 太無情了 好那直接出來 要抓掉了嗎 戰毛直接硬點 但是點到血多的 血少的沒有先點 趕快點寫少了 對對對寫少先點 好直接回頭開扁 再設一下再設一下 這裡還有一村 上面上面扁一下 這個這個 不打女村民嗎 是我一定先打女村 沒事 好應該可以再收掉一村 應該沒什麼問題 可能留兩村但是沒有在空 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經濟有點慘 錢灑的有點慢了 好那這邊順利再收掉一村 這個女村民跑得掉嗎 哇這傢伙不仇女啊 居然讓兩個女村民殘血的跑回家 暖男 但是這邊刺頭過來 上面這隻上面這隻 來來 砍個幾下 幾下 哎呀最終還是收掉了 哇那這邊 越南稍微被打回來一點 但是我覺得問題不大 目前越南還是比較 有優勢一點 看起來越南這邊 村民數領先四村 但是家裡沒有任何的戰毛兵 那這個挖石頭的村民 都一直被射 看要不要直接回家就好了 因為這邊就算不挖石頭也沒差 本身越南就是一個 這個 不插劍塔也沒關係 這個文明 那他打工兵也就可以了 但是這邊如果一直打工兵的話 可能被戰毛射完 這個敗戰庭 戰毛跟疾病的 數量會非常非常多 在鋒劍師在這裡 哇這到底是多想要硬挖啊 挖到一隻女村民都慘血了 好兩隻肉麻過來硬砍 但是這裡有疾病 這邊工兵要優先射掉這個長槍兵 長槍兵射掉的話 肉麻才可以輸出 哎呀被抽到兩下有點傷 但是這邊工兵也被戰毛直接收掉了 非常大量 哇戰毛直接收掉所有的工兵了嗎 還有一隻能收掉嗎 沒有辦法 OK那這邊長槍兵收掉之後 肉麻就可以開始無雙 無情開坎的這些戰毛兵了 好那這邊越南 在前線還在持續出這個工兵 這個蠻奇怪的 工兵依又再出 看來是想要再繼續做進攻 好但是這邊越南 蠻詛咒經濟的喔 那這邊一級目點完之後 馬上點下這個輪軸技術 增加自己的這個效率 經濟效率 但是拜登庭這邊 選擇了一個更偷的打法 先把自己家圍大 那這邊有個安全墓區 對拜登庭來說也是比較好的 因為這張拜登庭的圖 只有裡面這個墓區是安全的 這邊的話也會被騷擾 好如果這裡沒有圍過去的話 這個墓區 兩邊墓區被控的話 就繼續死你打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位置 好那這邊圍好之後 這邊墓區控制好 那上城堡時代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目前看起來 拜登庭的經濟上來說 是可以先領先上這個城堡時代 因為這邊越南 持續再出這個工兵 還頂下一級射 而且肉麻也出的蠻多隻喔 這個肉麻要送掉了 哎呀直接戳死一隻 哇有點傷啊 因為這邊肉麻 少掉一隻的話 就沒有要去打這個戰卯 那長江兵加戰卯就是半天庭 封建實在最強的組合 喔還可以混幾隻小弓進去裡面喔 打這個裝甲或是肉麻也是蠻好用的 喔不是裝甲 那個小弓 混幾隻小弓去打裝甲還是蠻好用的 但他這邊是純戰嘛 會藏兵喔 所以這邊只要出一個裝甲步兵 基本上就在無雙亂砍 而且這邊拜登庭更透的是 他連一擊射都沒點 所以導致這邊拜登庭的 毛兵的手有夠短 射這個工兵有點痛苦 直接被鏽光啦 他防衛也沒有 但是好處就是 上這個城堡時代喔 輕鬆點 好那800肉跟200黃金 直接點一下這個城堡時代 你怎麼還沒點 這邊是沒有點下這個冰工廠嗎 哎呀真的是啊 冰工廠沒有補啊 這邊升級出現了小小失誤喔 反而可以高速上乘了 現在變成中速上 好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好那現在有這個 時代的優勢喔 稍微一點點而已 因為這邊越南 直接用黃金買上 用經濟為何方式喔 所以這個城堡時代並沒有輸太多 大概才輸個30秒左右 好那這邊在圍牌木牆 那這邊工兵進來的話 就會被這個TG射到 但是這邊還是有點危險 因為這裡並沒有卡可以防守 那只要這邊走進來的話 這邊的龍艇全部都不能中 但是有戰毛在 所以這邊應該是沒問題的 而且這邊奴兵變身的時機 也會比半戰艇慢 半戰艇這邊上戰毛速度 絕對也是比越南這邊快一點 所以這邊越南現在有決定性的優勢了 好那這邊半戰艇瞬間上了這個 傳暴時代 停下了戰毛升級跟二級射 好那在家裏補上一個射箭場 戰毛直接無情開丟 這搞變身喔 直接先點掉這個工兵 唉唷 這邊直接大遷移阿 好點一下這個工兵 升級之後要不要補個馬舅阿 出點騎士喔 唉唷 又有出騎士 本來是要出騎士的 那那個戰毛兵 有點難慘了 好肉麻直接過來開砍 這邊工兵 唉唷 這個戰毛直接硬投 哇高地打滴滴很痛 趕快先點一下這個 戳戳 對點戳戳 先點戳戳 對對對 唉唷直接被丟死了阿 這個騎士 要看那個騎士要再出幾隻會比較好 不然那個戰毛會無雙的很舒服阿 好越南這邊馬 要不要再出一點呢 好有在補有在補 好 騎士生產中 好前線的射箭場 也在繼續補工兵喔 物盡其用 好家裡的礦區稍微被騷擾到 但這邊工兵絕對不能過去喔 好過去的話也是去點這個長香兵喔 好騎士直接過來硬砍 好直接點掉這個 搞定 好工兵可以撤了 工兵可以直接去敗戰型家了 那這個騎士就直接追著這六隻戰毛打就可以了 OK 危機解除 越南現在過得美滋滋 蠻舒服的 但是兩邊的機器感覺看起來差不多耶 明明剛剛敗蛋庭村民宿路過這麼多喔 但是好像有點打回來的感覺喔 那一波騷擾 這波騷擾確實有賺到點東西 真取到了蠻多的時間了 然後讓半戰庭村民宿路穩穩的拉了起來 那這邊村民會出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這邊越南是有點輪走的 但是半戰庭是沒有 所以這個升級這個輪走的時間喔 可以補足這個村民的落後 表面上好像是有打回來喔 但事實上並沒有打回來太多了 因為這個差一個輪走就差蠻多的喔 這個村民的數量 好那這邊半戰庭等一下彈到學看啊 然後還是要生這個戰毛的精準度 但是對手 越南這邊是有出騎士的 子彈靠戰毛的話 是稍微有點無力的 看要不要出一點 森女或者是重裝場上兵 來訪一下騎士 不然就直接搞一個 敗戰庭打強弩的一個玩法也可以喔 打弓兵線也是ok的 但是這邊要轉弓兵線的話 經濟可能會有點傷到喔 現在可以說 先點下這個地上的TC會比較好 對 那如果點地上的TC的話 就不會升級這個弓兵了 那弓兵會比較再往生 因為通常啦 你如果要去點這個奴兵的話 就不會去點這個地上的TC 那如果你要點這個TC的話 你的奴兵之後才能再點出來 那就代表說半戰庭是沒有打一個強攻的模式 而是打一個防守姿態的概念 那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要趕快去撿這個遺跡了 好 挺遺跡 然後穩穩的在地上 城堡時代農個一波 然後到地上時代打個強弩 但對方是越南情況下 打強弩會有點困難 原來對方越南是有這個騰甲弓兵的 騰甲弓兵是一個遠防非常高的一個單位 我記得他遠防可以到死 遠防死 但是你的弓兵傷害不能到這麼高 所以基本上打這個騰甲弓兵 都是一直一直在扣的 先看一下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出洞 這邊有可能打出一個洞 唉唷 進去了進去了 但這邊早就已經進來了 兩隻生女直接走進來 他兩戰毛直接丟的弓兵 但是騎士要被招走了嗎 好 這邊直接用騎士硬彈 戰毛直接硬點弓兵 弓兵數量消耗的非常快 這邊招的不錯 但是只招一隻騎士而已 哎呀 尷尬 一隻騎士的話還是有點難纏 生女出來趕快再招一下 但是這邊很忙 這邊有投生 差點就投到了 打了一發 投生女 生女沒投到 生女生女 趕快招一下 趕快招一下這騎士 但是這邊很忙 這邊還在砍那個騎士 把騎士直接無雙 砍掉蠻多戰毛的 但這邊弓兵也被戰毛受到很多 現在雙面進攻 很忙很忙 但是這邊越南 為了出這個BK 所以導致第三個PC 蓋的比較晚 好 但是這邊生女 欸 終... 啊 死了 沒了 好 那生女死的話 那這邊 戰毛應該要被收光了 沒有什麼太大意外的話 看起來是涼掉 欸 這邊要不要收村 有可能會死一村 欸呀 真是死一村了 欸 炸一村有可能嗎 有機會 欸呀 又收掉了 這個高打地喔 傷害太猛了 然後那這邊出來的戰毛 這邊戰毛直接被出來 其實是砍成白癡 但是還是有可能收掉一村 哇 很痛 因為這個是有彈道血 所以這個準度夠的話 集合一隻村民還是有傷害的 並不是沒傷害的 好 再一村 兩村 其實兩邊的沙底樹 其實差不多的感覺 有點多的 要互相傷害的感覺 但兩邊都鎖得還不錯 所以分數並沒有拉得太遠 好 但是這邊敗戰艇也點下輪走 但是沒有點下二級木 欸欸 伏筆 城堡時代不點 以上城堡不點的二級木的都下去啦 你看他現在每點二級木這個木頭實在太缺了 好 但是這邊敗戰艇拿出了他的 三帝王的時代優勢 直接來個樹地 也不算樹地 3TC也不算樹地了 算是中地 慢地了吧 沒有感覺到非常快的感覺 這個敗戰艇升級 這個樹地打法也是單TC比較好 3TC的話真的是會慢上許多 好 那這邊敗戰艇也下的救贖思想 要來招這個建築物 看來真的是受不了對手的建築物在前方 直接把他招過來 那為基右 好 那大量戰嗎 直接在高地集結 要不要來前方蓋個城堡啊 這邊蓋個城堡的話 可能沒辦法守到這塊金喔 可能什麼都守不到 要的話就是蓋這裡啊 城堡蓋這裡的時候可以安全的挖 好 那這邊戰毛直接收掉蠻多的工兵 哇 這邊還等下宗教旁樂啊 好 宗教旁樂直接開招 欸 頭車過來了 要小心 這個被砸到一下就頭破血流了 非常威脅 哎呀 騎士過來 但是你也不能著想 現在一著想停下來的話 就會被工兵射死 現在是兩難的一個情況 橫甲工兵直接輸出 再毛怎麼辦 再毛的話也很怕投車 要找到一發了嗎 但是是高地 高地的話 傷害就沒那麼快 哎呀 還是倒一排 哇 這一波越南打得非常好 好 雖然拜蘭廷這邊稱暴時代 這個解免費用是30% 還是蠻省的 但是一直被那個騎士卡 還是蠻傷的 好 那這邊順利上得到帝王 在拜蘭廷這邊上帝王之後 要打什麼呢 我覺得打擊兵 比較好 這邊騎士吃的量有點多啊 這五隻騎士就可以爽爽吃這些戰毛 太過分了 好 這邊決定是要打強弩 哇 那跟我們剛剛中間講的一樣 打強弩的話 對方出千項弓兵 那就很難受了 千項弓兵的基礎防禦是4 非常非常高 好 那越南也順利上了帝王時代 那等一下一級弓跟一級馬凱 然後綠儀 這個馬凱是三級的 不好意思 三級 三級馬凱 看來這個很針對對方出工兵 的一個狀況 針對戰毛的打法 這邊有城堡 過來直接被火力交叉射死 結果這個就術思想沒有用到 你不是研發了嗎 霸彈亭來招一下這個射箭場 免費175目 不拿嗎 一級也被幹走了 哇塞 哇 這個野雞 你家的一級也被幹走了 然後上面開TZ還被抓到 哇 怎麼很長的感覺 真的怪怪的 怎麼突然風向一面倒 看一下這邊一級到的是撿了幾個 看一下這裡已經有三個了 哇靠五一級 五一級在點紫幣 哇這個黃金 等等 這種跳的啊 會跳得很快的那種 這邊爭旅招翔沒什麼效果 因為這邊是刺猴 刺猴抗招翔能力是非常好的 好那這邊的肉麻 就只能靠這個工兵去化解 但是這邊喔 經濟有點慘 肉不夠點這個強弩 而且下一版強弩的費用再增加 哇 那看起來對半戰艇來說是一大衝擊 因為半戰艇真的是在靠戰TZ打強弩的方式 過生活的 這個戰術非常強 但如果不打這個戰術的話 就會補如同同 沒有特別有優勢的感覺 哇 這邊沒有出擊兵 導致這邊騎士一直砍一直爽 而且有三防 所以導致這邊奴兵 射起來傷害技沒有那麼高 而且橙甲弓兵也過來了 而且橙甲弓兵是有二防的狀況 現在防禦是六 對 四加二 六 六防 那這個弓兵是攻擊多少 八 所以剩下橙甲弓兵只有兩滴而已 哇 很難受啊 這只能靠戰馬去解這個橙甲弓兵啊 但是你出戰馬的話 這個騎士又可以爽爽砍 哇 很難受啊 哇 這邊蓋城堡還被抓到 要被倒頭堡了嗎 但是這邊橙甲弓兵 還在輸出 村民樹掉得非常非常快 經濟有點很慘啊 雖然這邊一直在點這個奴兵 但是黃金樹很明顯的跟不上了 肉量跟木頭很多 可以點綻毛 但是這邊問題不是綻毛 而是沒有黃金了 黃金左邊這邊開TC也被抓 TC也被拆掉了 哇塞 拜登庭這一波打得非常非常慘 這一波有點決定性的勝率喔 越南這邊突進的實際點太好了 這邊城堡直接變個倒頭堡 還蓋不起來 啊 99% 很難受 要不要補個一下 補個一下就蓋起來了 好 再補個TTC補在上面了 好 順便把這個城堡蓋好了 好 那順便講一下這個城堡 血量比較多的原因是因為 半壞城本身建築就有加成 這個加成的血量也是蠻多的 加40% 不好意思 那我剛剛要糾正一下 半壞城堡的單位節免是25%而已 從封建時代開始喔 就是這個25%的一個費用 駱駝也是 不是30% 我看成那個建築血量 建築的那個量 那半壞城堡的話 到底用實在是40%減免了 非常非常的慘 我覺得他想說習慣 啊怎麼突然變40% 這個減免也減太久了 想說半壞城堡減40%是最近改版了 看起來不是啦 那就這一下 這個半壞城堡 戰矛跟極兵還有駱駝 都是25% 剩的減免 那這邊巨頭直接要硬拆了 但是這邊的單位非常兇猛 成甲弓兵 女上的化學 哇遠防有發了 那撐到警隊好像就是 真的是死了嘛 遠防死了 結果這邊繞個射箭場 結果被抓包 但這邊 戰矛加強奴並沒有要下去救 這邊直接升級了這個重裝長槍兵 還是要點長槍兵的 他們長槍兵沒有的話還是很難受 好那這邊升級騰甲弓兵的升級 精銳騰甲弓兵要誕生了 OK 防禦遠防是10 沒錯 遠防是10 然後攻擊力7加4 很高喔 攻擊力有11 好那這邊戰矛跟強奴 要回救一下嗎 這個不回救的話 家裡會被拆光光喔 你在這邊前線 我知道你想要突進 但是這邊突進的話 你只有戰矛對方騎士過來或投車 還是可以輕鬆解掉 只有強奴回救 他強奴回救的話 遇到騰甲弓兵怎麼辦 騰甲弓兵是遠防10 你的攻擊力也是10 你打騰甲弓兵只有1滴欸大哥 哎呀 雖然騰甲弓兵是不會吃到 他的天生能力喔 射箭場的血量多20%的效果 但這邊遠防的 血量45滴也是要45下欸 好那正面 肉麻直接出來救 哎唷 增加弓兵過來打一下 大家肉麻直接往家裡跑 但是家裡已經 撤退蠻多單位的了 好那村民也撤出蠻多 其實好像也沒有太傷 但是還是有傷到啦 畢竟你拉村民去別地方挖資源的時候 就已經是傷到自己的 好肉麻過來救一下 這邊大家肉麻拆掉了 射箭場都沒有自己進去救 來看一下家裡的 家裡直接射肉麻 但是這邊塵甲弓兵很強 哇怎麼辦 牆兵都很困擾 蘭茅 蘭茅打塵甲弓兵有效果 但是這個強度就沒效果 這波 哎唷 戴戰艇這波打得還不錯 蘭茅硬點這個 這個塵甲弓兵 效果就很棒了 蘭茅 但塵甲弓兵的遠防很高 但是蘭茅是額外傷害喔 不是你的一個防御啊 直接把你射外 太陽工兵大量的被收掉 但是這邊肉麻還是可以無雙的 強弩的話趕快去解決這個 肉麻比較好 好那這邊順利拆掉移動城堡之後 又補下移動 那這邊大量肉麻過來 戰毛兵只能撤退 太陽工兵還在出租 但是這邊戰毛量開始多了起來 而且還有這個TC在射 應該是守得住了 但是能打下一波嗎 前線的戰毛也快被送光了 強弩過來救 強弩過來救的下場就是遇到塵甲弓兵 強弩弓兵要來硬點這邊的戰毛嗎 戰毛的話還是打塵甲弓兵非常痛 但是這邊強弩過來很尷尬 要來硬點這些肉麻 肉麻趕快就先點掉 剩下來就靠這個戰毛去解這個塵甲弓兵 但是這邊強弩已經送了快沒了 哇強弩瞬間被吃光 剩下塵甲弓兵跟弱馬還有戰毛兵 戰毛兵沒辦法處理弱馬 是不是要撒下機具人呢 這面上完全崩潰 真能打下機具人 哇太慘了 這個敗戰艇 金礦兩邊野金都在這裡 他野金兩塊被封 然後前面這塊大金吃完 基本上就斷金了 他斷金的情況下還可以打這麼久 真不愧是敗戰艇 有夠會狗 好來看他經濟 經濟的話沒意外應該是越南大勝 等下看他黃金樹應該跳得很誇張 因為他是武儀基 再加上壁紫技術有點 那個紫壁 所以挖黃金樹應該是蠻誇張的 然後來看他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半戰艇食物是有銀的 木頭是有銀的 或者是木頭 但是食物上的話 還有其他資源都是 略輸敗戰艇的 略輸越南的 不要一直講錯 哇你看這個越南 黃金量很誇張 15664啊 然後移基的生產有2000多黃金 哇這個投資報酬比 你纏兩個生旅 三個生旅 哇7倍回報率 大概7倍左右 哇鑽爛鑽爛了 那這個紫壁 再加上這個黃金的加成 直接贏了快到三倍 兩倍起套這個黃金量 那這個紫壁技術 其實才剛點好而已 然後就投降 所以這個紫壁技術 並沒有讓他的黃金獲取太多 他本身是地圖控的很好 冶金的部分都有挖到 那再來就是 移基給的黃金量也夠多 所以這邊越南一直用這個藤甲 工兵喔 去壓制對手 用一個黃金兵 然後科技成都最滿的一個情況下 壓制半戰亭這邊 缺金的一個狀況 所以半戰亭最大問題是 沒有控好地圖 那他沒有先把他的城堡 鎖在野金的部分 而是鎖在自己的大金喔 但而且那個大金 城堡也沒太會蓋起來的關係 所以導致村民也是被殺了蠻多的 導致後面的木頭跟食物也是起不太來 所以這個戳戳跟戰毛也點不太出來 哇 這遊戲各種細節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導致這遊戲真的是蠻難上手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